阳台这样装 三十年不过时 一、不要阳台推拉门 与客厅打通更宽敞 再去掉过门时和防滑砖 大砖通铺更显大 二、不装老实量衣架 挡光又凌乱 不如去掉顶部量衣架 美观更通透 三、不做传统洗衣池 缝隙都是卫生死角 台面也总乱糟糟 杂乱不堪难打扫 也不用红砖包管道 而是先包隔一面 下方坐地台贴瓷砖 上方包管坐立柜 洗衣用土放上面 小件工具挂中间 还能隐藏洗烘套装插座 记得不要竖着装 而是横着装 线路不转弯 四、旁边定制夹正柜 嵌入洗烘套装 高柜放不常用杂物 再缩短吊柜 中间嵌入抽拉量一架 衣服洗完随手挂 收起也不占空间 五、窗边定制洗衣池 底下嵌入扫地机器人 回来就是整洁干净的家 侧拉抽拉置物架 常用物品顺手拿 六、中间装个壁挂洗衣机 贴身衣物交给它 七、窗边装着碟亮衣架 增加晾晒空间 平时收起更宽敞 八、另一侧做学习区 方便日常在家办公 调柜收纳书籍资料 底下再嵌入旋转吧台 莱克什一起品查商景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比赛人有盈讯 三、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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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三 四、三、三、四、三